过年前是边境进口食品的高峰 而食药署公开抽验 不过以往会有人先申请拒绝放行 导致有灰色地带 让抽验起来就更加困难 现在食药署就祭出了新制跟重罚 从去年4月实施集中查验区后 拒绝先行放行的批次就大减了 6成5 打开货柜及查人员 正在集中查验区抽验从国外进口的食品 但过去在抽验食品时采样困难 容易被诟病只查货柜开口书的产品 因此食药署祭出新制和重罚 知道有拒绝放行 因为抽验不易 或者收取的一个机械的问题 技巧的问题都必须要拒绝放行 像是过去有生鲜业者会以体积庞大 必须使用特殊取样工具等 申请拒绝先行放行 意思就是能够优先通关 实际上却是偷偷把产品拿去加工办售 恐怕增加食安疑虑 如今实施集中查验区后 以货柜装运进来的产品 属于抽中批查验或逐批查核者 业者都要配合在集中查验区抽验 边境人员可以随机指定 抽验货柜内部的产品 这让申请拒绝先行放行者 货柜数大大降低 集中查验区呢 各位可以看得到我们的抽验的次序 跟速度跟正确力都提高非常的多 拒绝放行的比例已经降低了65% 另外针对不符规定的输入食品 一律办理退运或销毁 若被查到有业者申请拒绝先行放行 却偷跑 直接拿去加工或市面上贩售 将被处境口价1到20倍的罚欢 重罚业者就是要避免不肖人士 有机可乘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六天TV李文浩张一华 基隆报导